俗话说369万外走 昨天是正月初九 铁路客流持续在高位运行 雨雪天气影响公路出行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180万人次 加开热门方向列车1028列 主要发往务工人员需求量大的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以及西北地区 近几日从郑州 内蒙 陕西 山西 湖南 沈阳等地 去往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 长途方向的各次列车车票都比较紧张 从昨天起到23号 为山东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校考试时间 春运返程客流与易考客流叠加出行 为方便易考生客流集中出行 济南局集团公司在济南 青岛 滋博 泰山 烟台等 易考客流集中的大站 优化易考生快速进站绿色通道 同时针对易考生频繁转换考点 高铁站还安排专人引导 方便易考生便捷换乘 公路方面受降雪及路面结冰影响 昨天河北 河南 山西 青海 新疆等五省区 九条高速 三条国道 共计16个路段 道路封闭 恢复时间待定 云航方面 昨天全国计划执行航班 17,370班 总体运行平稳 大约 470班 平稳 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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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仪